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說話是關於還債 家中有人欠債,其他成員是否需要幫忙還債呢? 有一名港男在討論區出帖 她女朋友的家人欠了一大筆債務 她女朋友為了協助家人盡快還錢 已經是不惜打兩份工 更加堅持不願意收男朋友的錢 但是債務越滾越大 女朋友早前竟然提出 希望可以做一個無性交易的part time girlfriend 即是出租旅遊,是想賺錢的 無性交易的part time girlfriend 這個港男聽到之後覺得很震驚 又覺得很無奈 浪費了整晚時間勸她女朋友 不要做part time girlfriend 她女朋友表示會再想辦法 這個男生坦然說 如果女朋友真的做part time girlfriend 她自己也不可能原諒到女朋友 但她女朋友始終未有答應 不會下海做part time girlfriend 這一名港男早前在D卡討論區 以女朋友說要做part time girlfriend為題 發文 一早就已經知道 女朋友的家欠人一大筆債務 這女兒也是非常努力 同時打兩份工 堅持幫其人還債 不願意接受樓主的金錢 她說自己有時有閒錢都會給她花 但她多數都是不想要的 要了都會還錢 這女兒也挺有骨氣 樓主就說 女兒家人欠的債務金額越來越大 竟然令到女朋友萌生了以其他方法賺錢的念頭 早前女朋友突然之間提出 因為家裡欠債金額巨大 她是有意任職這個不牽涉性交易的part time girlfriend 我有些這樣的事 詢問她意見 她兒子就說 你老母想我答什麼 讓我自己選擇帽子不要夠自己 即是收不收陸帽 她又說想幫女兒還的本身想 但女兒又說不想欠她人情 知道女兒竟然想做part time girlfriend賺錢 樓主有驚訝又無奈 花了一整晚時間去圈 才令到女兒答應她會想其他辦法 不過女兒並沒有承諾一定不會做part time girlfriend 其實都有機會偷偷地去做 更加一度就表示 如果女兒說 我真的要做part time girlfriend 你會不會原諒我 然後她兒子就說 不可能 那女兒就沒有回她 這篇文竟令到網民烈烈討論 有不少人建議樓主要認真和女朋友聊一下 就說其實賺錢就有很多方法 今時今日就不用出賣到個人尊嚴 就說 為何還有家人欠人錢 搞到女兒要賣身還債 就說覺得要解決問題的根本 就是她家人就不要再搞大條數 而不是打算出去做part time girlfriend 這個網友就說 覺得要停止女兒這個想法 第一就要停止女兒打算賺錢 第二就是停止她的想法 就是不要再幫家人還錢 因為你還一次就要還第二次 劉主其後也有回應網民 就說自己其實是不想分手的 但她真的原諒不了 那女兒去做part time girlfriend 如果那女兒真的去做的話 那她又說 其實那女兒 家人只欠50萬而已 認為那女兒根本就不用幫家人揹這條數 有網民就認為 劉主要詳細考慮清楚 如果那女兒真的去做part time girlfriend 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你是打算幫她還賣 還是怎樣 還是分手 還是如何那樣呢 就要想一想她 認真考慮清楚 就是看得出這個男仔 是真的愛一條女的 如果不是她說那麼多 首先 我想說 打兩份工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那時候認識的一條男人 是阿叔來的 要供樓 這個阿叔 日後做一份清潔 夜晚做一份通宵的保安員 就說夜晚那份工就很好 他就說 可以讓她睡幾個小時休息一下 那保安那份工一收工 他就去做清潔 這些真是生命值眼摺 他那個黑眼圈幾個厲害 那時候想回頭 打兩份工 你媽媽 真是地獄 會撤死 你媽媽 睡覺也沒得睡 她是回不到家床睡覺的 這條阿叔 真是想起都厲害 這個阿叔 這句題外話 先說回那條女子 即是說回這個part time girl fan 打算去做這個 OK 我又不知道她這樣 算不算是有骨氣了 即是她一方面 她就不肯收兒子的錢 但另一方面 她又想去做part time girl fan 所以真的很難搞 而且我覺得這個女子 有點天真 無性交易的part time girl fan 如果真的有一塊錢 一塊很大的錢 擺在你面前 你是不是真的不會動搖 老實說 不要說你 我都未必說得出口 自己一定不會動搖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做個不孝女 家人欠人錢 就叫她自己搞定 叫家人自己回兩份工 要是叫家人自己做part time girl fan 再不是就依依我不想努力了 做人要站硬一點 哪有理由家人欠人錢 要你去做part time girl fan 幫她還 合理嗎 這些不應該由你去承受 有時候做人 就要狠心一點 屌你老母 家人也是這樣說 錢又不見 留給你 留些債給你 就有夠他們 你的家人是大人 叫他們自己承受 你在他狠心想 屌你老母 做什麼 這個年頭 做人真的要去盡一點 屌你老母 家人也是這樣說 如果我家人欠人錢 他要我還 我坐在那裡 幫你還 屌你老母 傻你老母 你就破產 破產都不行 就走路避一下 屌你老母 都不行就去明街 屌你老母 沒辦法 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做的事 去負責任 屌你老母 沒理由要我出來擋 我小時候斬人 我要坐牢 是不是你幫我坐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屌不是的 出生已經有這麼窮的家庭 已經很慘了 還要幫忙還債 屌你老母坐你都按鈎 我老友是 所以這條女兒也是一樣 我覺得她不應該是 幫家人這樣麻木去頂 還有剛才也說 有個網友說得很好的 她說你幫你家人 幫得他一次 就幫他第二次 幫得他第二次 幫得他第二次 就幫他第一百次 雖然有些人就說 這些邏輯是 屌你老母不對 可能涉及到一個滑波 因為有第一次 不代表會有第二次的 是不一定的 不是必然會發生的 但是事實上 就是會這樣 有時候 因為你還慣了 他想著你都會幫他搞定 他就繼續來 會有一個問題 所以有時候 邏輯的東西都很難說 在邏輯上 可能我是錯的 但是現實真的正在發生 人們經常都說 哎呀他這樣一次 他下次不會 或者他下次不一定會 邏輯是這樣 但是現實不是這樣的 現實真的很難摑街 你有第一次真的有第一百次 你老母沒辦法 所以這些事情都很難搞 不過這個題外話 都是 今集節目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件事都說到這裡 到最後 就是要靠你自己站硬 做人 屌你老母無恥一點 站硬一點 跟你家人說 屌你老母 不能還啊 那怎樣啊 就要這樣 沒理由自己這樣 做part time girl friend 還回兩份工 那麼笨賊 你在他西隆 屌你老母一起睡街 因為自己搬出去住 屌你老母沒辦法 欠人錢 是不是 再不是他們避 屌你老母 那條帳 其實不想找 會怎樣呢 其實沒事的 被人收下帳 淋一下紅油 被人淋完紅油 那些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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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都來淋過 那些紅油 香港地很少會放火 打你一鑊金 很小事 是不是 都不會打糾你 打你家人 屌你老母 就欠人錢 是不是 不能還錢 有些事都沒辦法 這麼大個人 自己承受 我看他這件事 又說part time girl friend 又說要打兩份工 這個女生 我當他二十多歲 那你家人 起碼四五十歲 應該說 爸爸媽媽 或者哥哥 都是大人來的 欠人五十萬 都不會是小朋友 十歲八歲 不會欠人五十萬 那你這個家人 很明顯 都是大人 都是有上一年多 是吧 那大人的時候 有些事情 就自己承受 就不能夠說 你去擋 你擋得幾多次 是不是 所以都要站硬一點 那講了好久 差不多了 今天真是完 節目時間就是這樣 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就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